《鬼灭之刃》作为七月星番的魁首 不仅打破了海贼王蝉联20年的宝座 《鬼灭之刃》剧场版《无线列车》片 更是打破多项票房记录 更是成为日本的经济之助之一 平分一路前行 目前动漫的第一季已经完结了 而且Jump也已经宣布《鬼灭之刃》第二季将在今年开播 故事会已有过篇为助手 大家又可以跟着蔡治郎、迪豆子、善意、伊之助一起冒险 同时阴著雨水天原 也将成为剧情的重点人物 这期我们的话题就围绕主人公炭之狼来说说 目前为止炭之狼的师父已经有足足三个人了 而且每一位都是一顶一的好手 让人闻风散打 炭之狼的第一位师父 第一位师父也是最早出现的一位 他是鬼杀队的陪于师父玲珑所经赐 他愿意为了这名执着的少年 放弃鬼杀队贴打的规则 他曾经用一封书信让炭之狼泪流满面 因为玲珑曾对主公大人的全部都说过一句话 如果哪一天炭之狼不能控制你痘子 他和傅刚利勇以及炭之狼三人都会切副自尽 令人感慨万千 别看他总戴着天狗面具 但玲珑愿意为了这名官门弟子放弃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用生命去保护这位少年 炭之狼的第二位师父 其实如果严格来想的话 炭之狼的第二位师父 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师父 因为他就是炭之狼的父亲造母炭之狼 他曾经多次在炭之狼看到走马路之后 逐渐在炭之狼的脑海中 那些曾经被遗忘的画面 像碎片一样 逐渐被拼接多次救了炭之狼的蜜 为什么说他的父亲就是师父 因为千万不要忘记炭之狼最擅长 也最上手的冰飞水之呼吸 他在骨子里传承着灶门一族的火之神神乐 而炭之狼为何自然而然的独立应用 当然少不了他年幼时期父亲的教导 父亲造本炭之狼的身体并不好 但是他在白雪矮矮之地 却跳出了献给神灵的舞蹈 这种炭之狼的感情 这种视觉的冲击 让炭之狼永生无法忘记 所以如果严格来讲的话 炭之狼的几个恩师正是自己的父亲 如果炭之狼还活着 肯定会用生命保护炭之狼和自己的家人 炭之狼的第三位师父 在第一季的动漫中 炭之狼的第三位师父出现了 其实这位师父的真面目 应该属于隐藏类型 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地教给炭之狼杀鬼技巧 而是让三位女生告诉男主究竟该怎么做 才能像香难户一样 所以 24小时的拳击中训练 和吹火录训练彻底开始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猜到是谁了吧 他就是最美的父之一重铺蝴蝶人 他不仅把炭之狼带回来 还让香难户成为了指导员 而且在月色很美的夜晚 重铺蝴蝶人也把自己最大的梦想托付给了炭之狼 这期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